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3月6号 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郭杨子 早安你好 我是奥乡一头条 一起来关注两会特别报道 中文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5号下午参加他所在的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江苏代表团审议 他强调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 应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必须抢抓机遇 加大创新力度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习近平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 他在听取代表们发言后做了发言 他首先表示赞成政府工作报告 充分肯定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展 新成效 希望江苏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 江苏发展新制生产力 具备良好的条件和能力 要突出构建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重点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壮大 未来产业培育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巩固传统产业领先地位 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使江苏成为发展新制生产力的重要阵地 习近平指出 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 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完善产权保护 市场准入 公平竞争 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深化科技体制 教育体制 人才体制等改革 打通束缚新制生产力发展的读点 卡点 持续建设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 习近平强调 江苏要全面融入和服务 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加强同其他区域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的对接 在更大范围内联动构建创新链 产业链 供应链 更好发挥经济大省对区域乃至全国发展的辐射带动力 习近平指出 要继续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提振全社会发展信心 他最后强调 要抓好安全生产 进一步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强化预警监测 落实应急措施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布侯一世综合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日次会议五号开幕 中国务院总理李强做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今年内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5%左右 李强说要实现今年的预期目标并非一事 就强调要把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五号上午九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任内首份政府工作报告 过去一年他表示多重矛盾挑战交织叠加 中国经济波浪时发展曲折势前进 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持续加大 同时疫情三年的冲击 中国经济恢复本身也有不少难题 但他强调在全国的共同努力下 不仅实现了全年预期发展目标 很多方面还出现了积极向好变化 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加速显现 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又接踵而至 政策抉择和工作推进面临的两难多难问题明显增加 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 不仅实现了全年预期发展目标 许多方面还出现积极向好变化 实践充分表明 在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目标 设定在5%左右 与去年相同 城镇新增就业目标由去年的1200万人左右 调整到了12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居民消费价格目标 分别维持在5.5%和3%左右 李强说GDP5%的设定 综合考虑了国内外的形势和各方面的因素 他也坦诚实现今年的预期目标并非易事 对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吻和静 李强说吻是大局和基础 要求地方政府和部门要多出台 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和稳就业的政策 审慎出台收缩性意志性的举措 心理和废止有备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同时近视方向和动力 他说该利的均应该要利起来 该破的要在利的基础上坚决破 富凰卫视 古灵业百见周明亮 北京报道 在把GDP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的情况下 2024年中国的财政政策将适度加利 根据5号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赤字率拟按3%安排 地方政府专项债也小幅增至3.9万亿元 并且首次退出超长期特别股债 今年将先发行1万亿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 同去年持平 外界较为关注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利 赤字率仍按3%安排 地方政府专项占却 拟安排3.9万亿元 比上年增加1000亿元 报告还首次提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 今年开始连续几年发行 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今年会先发行1万亿元 另外报告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同时要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避免资金沉淀空转 李湘还在报告中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涉取政策要注重同市场沟通 回应企业关切 在这样的宏观政策基调下 报告将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的第一项任务 包括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以及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在过大内需方面 报告明确要从增加收入优化供给 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综合实测 激发消费潜能 重点支持科技创新 新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等领域投资 今年中央预算的投资拟安排7000亿元 另外在防范风险方面 报告重点提及房地产市场和地方债务风险 提出优化房地产政策 对不同所有制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一视同仁予以支持 并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大力度吸引外资继续被写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李强表示 中国将会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 并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的市场准入 同时也会落实好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 依法平等保障外资企业参与 政府采购招标投标 并推动解决数据跨境流动的问题 凤凰卫视宁巧闻周明亮 北京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最后的部分 也谈到国防和军队建设 以及外交问题 而今年的预算报告显示 今年的军费支出增长 是来到了7.2% 达到1.67万亿元 而外交支出是增长6.6% 增速都略高于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总结过去一年的国防和军队建设 李强表示 军队出色的完成了担负的任务使命 新的一年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党队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李强说 未来一年 要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 加快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优化国防科工体系布局 去年的军份支出100%完成预算 今年计划安排资金1.67万亿元 同比增长7.2% 增速与去年一致 过去几年 中国军费的增速都保持在7%左右 略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而外交支出 去年超额完成4%的预算 今年计划安排资金607.83亿元 同比增长6.6% 也是略高于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李强强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凤凰卫视 霍维伟 何尔韵 北京报道 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 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 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在涉台问题上 李强强调 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 有关港澳部分 提到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坚持依法治港治澳 落实爱国者治港治澳原则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 高度自治的方针 坚持依法治港治澳 落实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澳的原则 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 而在工作报告当中 李强还指出 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 要更好地发挥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作用 同时支持香港与澳门 要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支持湾区的建设 而在涉台问题上 李强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久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我们要坚持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翻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久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坚定不宜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增进两岸同胞负质 同心共创民主复兴伟业 富豪卫视祭司卿 灯亮堂严济熙在北京报道 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丁薛祥 李希和韩正 5号的下午分别来到各自所在的代表团 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李强在听取云南代表团代表发言后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打好对外开放主动牌 抓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应任务 在更好融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中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赵乐际在听取四川代表团代表发言后表示 希望四川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关于四川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立足本地区实际 创造性抓好落实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四川实践 王沪宁在听取贵州代表团代表发言后表示 希望贵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开创经济新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 丁薛祥在听取辽宁代表团代表发言后 充分肯定辽宁振兴发展取得的新进展 希望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 守正创新积极进取 努力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李希在听取福建代表团代表发言后指出 希望福建把握重大发展机遇 认真落实四个更大重要要求 更加主动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推动福建发展再创加纪 韩正在听取山东代表团发言后表示 希望山东以习近平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 为根本遵循 锚定走在前开新局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港区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形容 政府工作报告务实进取 讲出了当前国家面临的挑战 更彰显了公信力 对于将今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定为5% 多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都表示 对达成目标充满信心 国务院总理李强发表任内首份政府工作报告 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就形容 报告务实进取 我自己认为今次这个工作报告是务实进取的 总理这个报告里面 他有很多很务实的建议 好像比如他说他当然一个原则性 就是稳中求进 以进速稳先立后破 这些也就是说做得好的可以做得更加好 然后稳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国务院总理李强预计 今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5% 由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只充满信心 并认为今年的中国经济持续复苏 消费和投资面越来越好 今年整体形势是比去年更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是营商的 我们在制造业 我们今年都感受到 今年整体不会差得过去年的 所以5%的这个经济预测 我觉得是非常之合理 如果我们以国家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能够增长5%至5.2 这个是非常之一个难得的成就 我相信今年随着外围可能 利息会降低 经济互动会增加 各方面的环境会我们所谓回暖 所以要保住5%的GDP增长 我相信在我们中国是绝对有可能的 凤凰卫视纪司卿 邓亮堂言智希在北京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在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上 就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进行说明 也强调是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需要对国务院组织法进行修订 修订内容共20条 国务院组织法是1982年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至今实施40多年 这次是首次修订 李鸿忠表示这40多年来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构职能 实现系统性整体性的重构 为适应新形势 有必要总结实践经验进行修法 李鸿忠说修改国务院组织法的核心内容 是明确中央人民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修订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 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 修订内容共20条 包括了增加国务院性质地位的规定 国务院组织法修订内容 还包括明确国务院工作的指导思想 增加一条规定 明确国务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同时完善国务院职权表述 国务院行使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的职权 同一领导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 完善国务院组成人员规定 明确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职责 增加央行行行长为国务院组成人员等 也明确了国务院组成部门的确定或调整后的公布程序 也健全了国务院会议制度 新的修订还增加了国务院政策决策 监督组成人员纪律要求等履职制度措施 凤凰卫视 霍卫卫 后卫院钟明亮 北京报道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后 首场部长通道邀请了中国科技部 国务院国资委等多位部委主要负责人 国资委主任张玉卓指 发展新制生产力 央企要把创新放在突出位置 摒弃挣块钱等老旧理念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 深入实施国企改革 做强作优主业 提高核心竞争力 建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指引制度 首次亮相部长通道的国资委主任张玉卓指 今年前两个月 央企重点行业表现较好 经济持续向好态势正在巩固 今年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国资国企的首要任务 强调要破除体制机制政策障碍 比如中央汽车企业对新能源汽车业务进行单独考核 谈到新制生产力发展 张玉卓强调 要加大创新 央企要摒弃挣块钱理念 科技部部长英和俊也是首次亮相部长通道 回顾2023年 他说中国在量子技术 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 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 目前已有1100多项 是由4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牵头负责 占总数两成以上 银和俊强调 要把培养青年科技人才作为长期的战略性工作 下一步 科技部还要加强六大领域的宏观统筹 包括战略规划 政策措施 重大项目 科研力量 资源平台 区域创新的统筹 加快建立健全 新型举国体制 凤凰卫视周嘉兴王磊 北京报道 进入两会时间后 每一天两会议程都备受关注 相话题立刻连线 驻北京记者吉红英火 吉红你好 今天两会的议程都有哪些关注的焦点呢 时间交给你了 好的 这里是北京的媒体亚中心 内地疫情防控平温转断之后 今年的两会不仅恢复了往日 持终记者可以在会场外 随即采访代表委员的景象 各代表小组举行会议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呢 也陆续地面向了媒体开放 这个大家可能也从5号开始 从各类的APP里面 高频密集的新闻APP推送里面感受到了 那6号的两会日程 将会从稍后上午8点 中央港澳办主任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夏宝龙会见港区的政协委员开始 那稍后还有9点开始的 各代表小组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那么全天天津 河北 上海等 多个团组面向媒体开放 我们也将分组前往8个团组的场地 了解相关的情况 事实中 天津的津津季协动发展 河北多地遭遇暴雨洪水的灾后重建 以及上海的新社国际商务合作区等话题 也是目前外界较为关注的焦点 那下午3点 除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呢 还有一场经济主题的重磅记者会将会举行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商务部 中国人行 以及证监会 五位一把手将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预议这场记者会呢 也会就这个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 2024年发行1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 进行更细致的解读 更多详情请继续关注我们 稍后即将从前方传回的更多的报道 时间交还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季红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见 今天是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 共和党 党内初选 超级星期二正式登场 有十多个州份 还有美属萨摩亚 举行初选或党团会议 结果将会奠定两党最终的总统提名大事 我们来具体来看 共和党是在15个州 决定865张党代表票的归属 占到全部党代表票的超过三分之一 那么民主党则是在14个州 以及海外领地美属萨摩亚 决定1420张党代表票的归属 占到总票数的约三分之一 超级星期二当天 共和党在15个州 决定865张党代表票的归属 占全部党代表票的超过三分之一 民主党则在14个州 及海外领地美属萨摩亚 决定1420张党代表票的归属 占总票数的约三分之一 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 有选民5号一大早7点 就前往投票站投票 在2020年大选中 特朗普在亚拉巴马州轻松取胜 这次共和党方面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亚拉巴马州 大幅领先黑力 在摇摆州 北卡罗莱纳州的克莱顿镇 已经退休的选民激活 表示支持拜登 2020大选中 特朗普在北卡州 已略高于拜登 一个百分点的优势取胜 北卡允许无党派选民参加初选 将有助于这次黑力的选情 在弗吉尼亚州 有支持拜登的选民说 会着重关注拜登政府 在以哈冲突中的立场 I feel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communicating fairly clearly especially on their foreign policy issues I think that they are doing a better job of communicating on their domestic issues as well I think going into Super Tuesda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will be looking for is to see how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changed its if it will change its stance on Gaza and Israel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will continue to call for a ceasefire moving into Super Tuesday or how that will change riving forward 鳳王卫视综合报道 有关美国大选 超级星期二的相关情况 首先我们要连线住 华盛顿的记者王宾如 宾如早 下一早 好 宾如超级星期二的投票情况 有哪一些最要重点的关注 还有特朗普跟拜登 如果要获得提名的话 到底还需要哪些条件 好的 想议 那么今天是超级星期二 那么最早关闭投票站的州 是从美国的东岸开始 弗蒙特州和弗吉尼亚州 今天是在美东的7点 就会结束投票 也就是一个小时以后 但中西部就会等到深夜 才会有结果 那么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就预计说 特朗普今天可以拿下 至少773票的选举人票 目前他已经拥有了244票 距离获得党内提名所需的 1215票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不过要锁定提名 今天不会得到全部的票数 所以特朗普这边是估计 最早要到3月12号 拜登则是估计要最早 要到3月19号 才能够拿到提名所需的票数 那尽管超级星期二 最终的结果没有太大的悬念 但是今天超级星期二的 一个关注焦点 就是特朗普现在唯一的对手 会不会在今天就宣布退选 这主要取决于今晚两人的差距 那黑利就表示 自己坚持到最后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于给既不想选特朗普 也不想选拜登的第三种选择 而民主党这边呢 虽然拜登是没有主要的竞争对手 但是呢外界关注的是 今天民主党方面的投票率 来衡量民主党选民 对此次选举的一个热情的程度 那虽然美国的全国民调是显示 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 现在是持平 但纽约时报今天发布了一项最新民调 就显示出 有40%的美国人认为 特朗普时期的政策帮助到了他们 而积极评价拜登政策的只有18% 下语 好 宾如这样听起来 好像到三月中才能知道正式结果 不过两边似乎毫无悬念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 在德州的选举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再继续的连线 正在德州的本台特派记者杨平均 去了解情况 平均早上好 杨子祥一早 平均我们介绍一下 德州对于这次超级星期二选举 有着怎样的一个重要性 那目前投票情况的最新进展怎么样了 当地舆论都有哪些反应呢 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 与全美十多个州 共同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当天 在德克萨斯州投票时间 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期间 目前当地的投票进入了尾声阶段 目前报道有显示说 有不少部分的投票家 已经出现排队等候投票情况 在7点一到之后 各地的投票将会官面进行检票 验票的情况 后续的结果将会陆续慢慢的出炉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目前德州对于 两党的选举出选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是德州四季 加入之后全美第二大人口的州份 同时人口的众队 也代表他们有更多党内的代表的票数的情况 那么德州拥有共和党方面的 是161张的代表票 而在民主党方面拥有244张代表票 所以德州的票的数量决定 他在全美的这场出选中的分量 也是非常之重的 尤其在早前 在2020年拜登在德州 就是以5个百分点的优势 战胜了当时的参议员桑德斯 确定了党内领先的位置 同时特朗普方面是在2016年 在德州的出选当中是没有赢得 当时的出选是输给了当时的德州的参议员 克鲁兹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德州的走向引发很多人的关注 而这截止目前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在共和党方面 将会在这场出选中 将会开出800多张代表票 而德州这个情况会影响各方的关注 尤其是在边境移民的问题 在一周多前 两位前后认中的同一天抵达德州的边境 就边境移民问题进行讨论和关注 让所有人关注到目前整场的边境移民危机 对于选举走向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 而特朗普方面来讲 因为在礼拜一最高法院的裁决 是有利于他的 使得他有一种懂王再度归来的气质 而这样的一个气势之下 使得在这场出选当中 他极有可能拿下大部分的 党内的代表票的情况 所以进一步可以提前确定 特朗普作为2024党内挑战大位的人选 这样的一个说法 以上是我们在现在讲的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平均在先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大家也好奇超级亲切的选情 还有哪一些的关键州备受关注 另外刚宾如提到共和党方面 特朗普最大竞争对手就是黑力 选情如何后续要何去何从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把时间 交回给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宾如 让他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 宾如好 把时间再次交给你了 好的谢谢杨子 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媒体今天的关注焦点 那么超级星期二选举 16个州和属地 到底哪些地方是关注重点呢 今天华盛顿邮报就指出 有6个州最值得关注 首先是马萨诸塞州 因为2016年这是特朗普 在超级星期二表现最好的州 目前预测 他将以55%的选票 战胜黑力38%的选票 然后呢就是弗蒙特州 这是2016年和2020年初选中 特朗普表现最差的州 另外呢还有犹他州的党团会议 将会显示出摩门教对于特朗普的真正态度 另外呢弗吉尼亚州也是一个关注焦点 因为黑力刚刚赢得了弗吉尼亚州邻居 华盛顿特区的初选 靠近华盛顿的北弗吉尼亚州 也可能有黑力的支持者 另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两个州 一个就是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明尼苏达州 以及刚刚恢复了特朗普选举资格的科罗拉多州 再来看到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就称 特朗普的竞争对手黑力 可能在超级星期二获得一些胜利 这包括在缅因州和阿拉斯加州 黑力获得了当地参议员的背书 在弗吉尼亚州目前支持率也不错 但是黑力必须取得足够的胜利 才能够说服他的捐助者继续为他的竞选投资 纽约时报预测在超级星期二结束之后 黑力的选择包括退选支持特朗普 或者退选暂不支持任何人 目前黑力已经否认自己考虑 以第三方的身份继续竞选 再来关注到的是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就美国前总统 特朗普竞选资格合规的裁决 引发了讨论 不少德克萨斯州的选民就对本台表示 这一裁决或使对特朗普持不同看法的选民 都出来投票 美国在十多州同时举行初选的 超级星期二的前一天 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 一致通过前总统特朗普竞选合规的裁决 被指有助于特朗普提前锁定党内的总统提名 而就五位保守来法官在意见书中写道 宪法规定美国国会而不是各州负责决定 总统参选人的选举资格 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众议员 1月6号特别委员会的前成员拉斯金表示 他已经起草一项联邦立法 将迫使特朗普退出选票 中委员议长约翰逊批评称 民主党人需要理清思绪 在这个国家决定下一任总统的是美国人民 而不是法院也不是国会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与2020年相比 提前在德克萨斯州总统初选中投票的 民主党人的人数急剧下降 今年党内提前投票人数 从2020年同期的200万人降至180万 足足少了20万人 被指这是对于拜登竞选连任 缺乏热情的最新的迹象 而在高原裁决出入之后 保守派知名人物高迪称 为了后续的官司 特朗普最好表现出谦卑 或是受这一说法的影响 当天所有的保守派选民都拒绝受访 自由派选民则是积极呼吁用选票 阻止特朗普卷土重来 Yes, I do think there's a strong chance he's going to get another term as president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Trump did call it unifying I kind of think he's a liar I think it has divided the country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and so maybe it will encourage more people to come out and vote I mean,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got to get out to vote you got to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the only way to do that is to get out and vote Whatever the pundin say doesn't matter Your voice is your vote 有分析认为 民主党人对于高院特朗普一案 裁决如此关注和抨击的深层原因 反映出的是拜登在执政这四年里面 所谓拜登经济学 以及在政治外交上的政绩是法善可成 反映出是他们对拜登 能够再次拿下2024信心不足 以上是防卫视 杨评李战金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谋报道 关于美国超级星期二选举的结果 我们将会实时直播 为大家更新最新的结果 下面把时间交换给香港 好的了解 谢谢宾如 接下来看到是即将离任的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克里 在5号向凤凰卫视的记者表示 他离任的原因 是他相信自己在私营领域 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克里还表示 相信中美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努力 可以促进双方在其他问题上 进行良好对话 现年80岁的美国总统 气候特使克里计划6号卸任 克里在临别记者会上 总结了自己过去三年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所取得的成绩 克里还透露自己卸任后 将会继续在私营部门工作 并且继续与耶鲁大学 有研究合作项目 既然你已经做了这么多 过去三年 克里,为何你不留在 一项目标准备 那是个好问题 我感谢它 我认为 努力现在是更多 在区别的社区 曾担任过参议员以及美国国务卿的克里 一直以来都是中美接触和对话的倡导者 克里称 只有当领导人有机会面对面对话 解决国家之间的复杂问题 才有可能避免战争 才能够以事实为基础 而不是通过误解来制定政策 未来未来 do you hold the same view given you have the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china for the past three years i didn't stand here and tell you in some sort of Pollyanna fashion that I think all is great and it's going to be easy there is competition and there will be competition what you need to do is make sure that you define the guardrails for that kind of competition 而你卻不允许不让它流动 而带你去到哪里你从未想到达 而实际上是 我们在国际上的国际上 我认为是 开了一些距离 让我们面对这些关系 克里透露 他近期和他的继任者波德斯塔一道 与新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明 召开了具有建设性的视频会议 中美双方新的团队展开了接触 克里相信 在已经建立的工作小组机制上 中美之间在气候领域的密切合作将会持续 凤凰卫视 王冰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稍后回来的您关注更多消息 一会儿见 这下我们要看到是马尔代夫的总统穆伊兹 五号会见到访的中国军方的官员 讨论双边关系与合作 此前一天 马尔代夫国防部长与中国军方签署军事援助协议 穆伊兹表示印度军队应该在5月10号前撤出马尔代夫 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宝群 五号在马尔代夫总统府拜会总统穆伊兹 穆伊兹对中方持续支援马尔代夫表示感谢 双方并对马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与增强房屋合作展开全面讨论 同一天上午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任生俊也拜会了穆伊兹 穆伊兹强调了包括中马友谊大桥和社会住房在内的几项 中方支援马尔代夫建设的重要项目 任生俊表示 中国进出口银行愿意与马尔代夫展开积极合作 而此前一天张宝群同马尔代夫房长穆盟会面 双方讨论加强房屋合作并签署了军事援助协议 中方将向马尔代夫提供无偿军事援助 推动加强两国关系 协议签署当天 穆伊兹表示从5月10号起 无论身穿军装还是便服 印度军队都不会再以任何形式 在马尔代夫驻扎 马尔代夫外交部上月曾表示 印度将在5月10号之前 撤换运营马尔代夫三个航空平台的军事人员 自1988年 印度军队应当时马代总统的请求 挫败一场政变企图以来 印度和马尔代夫一直保持着房屋合作关系 目前有88名印度军人驻扎在马尔代夫 负责维护印度援助的雷达站和侦察机 凤王卫视综合报道 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 未有取得突破 不过埃及媒体报道称 谈判会在6号继续进行 哈马斯一方批评 有份参与谈判的美国 根本不想实现地区稳定 与其运送原住物资 更应该做的是直接停止向乙军供应武器 而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 停火与否取决于哈马斯 形容以色列一直都在合作 在埃及首都开罗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 再经过三日谈判 仍然未有取得突破 身处黎巴嫩的哈马斯官员哈姆丹 5号猛烈抨击美国 称华府支持以色列 认为以色列有权停止杀戮几个星期 之后又恢复杀戮 批评是一场政治闹剧 美国根本不想实现地区稳定 哈马斯一方并表示 他们已经提出停火草案 正等待以色列的回复 但认为以色列其实是不想达成协议的 所以是等待美国做出反应 美国总统拜登就表示 停火与否取决于哈马斯 称以色列方面一直都在合作 虽然谈判未有突破 但埃及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谈判会在开罗继续举行 战况方面 以军5号发放视频 称在加沙北部拜特哈嫩附近 摧毁和封锁了哈马斯 最大规模的地下隧道 其中一处隧道出口 距离埃里兹口岸仅400米 美国和约旦5号向加沙空投了 新一批人道援助物资 里面有36000多份餐食 这是美国第二次向加沙空投物资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马上还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5号是在北京列席 人大会议开幕式 并在当天下午出席一场 在京港生座谈会活动 之后完成访金行程 返回香港 在北京列席第14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二次会议开幕会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下午出席一场 在京港生的座谈活动 并与学生互动交流 座谈会后 李家超回应记者 有关国务院总理李强 发表的政府工作报告时 他表示对于工作报告当中 提到支持香港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感到鼓舞 李家超在访金期间 有拜访国家财政部 与部长兰佛安会面 他感谢财政部 对于香港金融政策的支持 双方讨论了加强两地金融合作 包括互联互通 地方审计合作等 希望能够进一步巩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我非常感谢财兵部部长 很支持香港发挥我们一个发债的 国际公共中心的地位 所以在大家大力推动更多国家债券 或者地区政府的债券 大家都有共同的理念 但是那里向这个目标是推进的 李家超补充指 4号下午见证了三份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合作文件签署一事 他形容是两地医疗人才合作的里程碑 他有感谢国家卫健委在过去几年 对于香港防疫抗疫工作的大力支持 富宏卫视纪思卿 德亮腾严济熙在北京报道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5号上午在北京 列席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 他代表澳门特区 衷心感谢中央长期以来 对澳门发展和社会民生的关心和支持 贺一诚当日聆听及学习 国务院总理李强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他表示 特区政府将携手社会各界 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开启具有澳门特色的 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志愿新篇章 以新的发展成果 迎接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澳门回归25周年 以及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三周年 即第一阶段发展目标实现之年 三项重要盛事 他期望澳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继续认真履职 为国家为澳门的进步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做出更大贡献 另外针对214大陆遇传被撞事件 大陆有关人士和台湾方面经过15次的闭门沟通 没有办法达成共事 而5号返回大陆 率团的全州台港澳办副主任李朝辉就批评台方说辞 前后矛盾谎话连篇 对家属关切设置各种障碍 一切后果是由民进党当局负责 214大陆渔船被撞事件 罹难的大陆渔民家属 5号赴金门殡葬管理所击败罹难者 对于台湾方面处理事件的方式 大陆方面无法接受 台湾方面依然为对事件发生的过程和真相 做出令人幸福的说明 而且言辞前后矛盾 否认事实 谎话连篇 对家属的关切和要求 设置各种障碍 为妥善处理善后 制造困难 由此造成的后果 由民进党当局负责 船明明是被装翻了 没有人来承担责任 连一句最简单的道歉都没有 我们心里很难够 陆方人员随后返回大陆 不主任大陆方面还会再来 再来经文来解决这件事情吗 台湾海巡署官员前往搭乘 小三通的水头码头 希望给予两位家属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 他们目前还是晚去 要等到最后最终的时候再一次来做处理这样的事 有讲到说下一次可能沟通协商 这个双方还要再安排 目前是没有讲到什么时候 海巡署表示双方历经数次协商 但陆方坚持提出不符合台湾法律制度的要求 因此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感到非常遗憾 大陆方面有关人员无法接受台方的后续处理方式 而罹难者议题还留在金门 海巡署也表示会持续的沟通 事件的后续发展引发各界关注 凤凰卫视蓝镜图沈正峰金门报道 涨股市最新动态是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全线下跌 而且跌幅都超过1% 大型科技股继续回吐 苹果公司股价再跌92.8% 而芯片股也持续弱势影响股指表现 投资者仍然在观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周三和周四到参众两院的听证内容 以重新审视降息时间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38,585点 跌404点 跌幅1.04% 纳斯塔克指数收报15,939点 跌267点 跌幅1.65% 标普500指数收报5078点 跌52点 跌幅1.02% 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更多消息 以后见